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跟大家研究一下5月30日的獅子山級制賽賽事的大賽日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就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按一按紅色的按鈕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可以支持Layman繼續為大家提供一些實用的賽馬資訊 另外,影片還未看之前可以給手指公按讚 說到第2場,第2場的四班千四米賽事,這場很混亂 因為上次對上塞車的馬都有很多 有史必菲菲菲連續兩次都不順暢 另外有一隻喘名的,經常都跑到喘名的標之智慧 另外有一隻塞車的上次,關乎第一次跑千四在內蘭也有塞的 有波哥哥,就是跟史必菲菲一起塞的 另外兩隻,另外Lei-Man選了兩次,兩次都被人塞車,拿位不順 有隻心愛,不過很可惜又撿拾一檔 所以呢,對上那一場沒有真的發揮過實力的馬 有心愛,是必菲菲,以及這隻波哥哥 然後呢,就塞車了一陣子,但他也有跑少少 也有些上次拿位不順的馬 先說了這隻,經常揣名的標之智慧 這隻馬,Lei-Man健康問題沒辦法 要先放下他,經常揣名的 上次又揣了,如果今天產進來的話 沒有什麼好說,即是 不懂得說,不懂得解釋 另外那一天精算謀功,初跑千四 5月5號,動作有疑慮 即是上一場,動作有疑慮 跑到一半,即是跑到進來直路 基本上都沒有怎麼跑 5月9日回貨 另外,未跑過千四的,有扶這隻比超 這隻比超,上次是跑泥地的 沒跑過千四的 說了這些比較特別一點 跟著這隻全部都是有千四經驗 還有一些很不錯的馬 千四跑得很成績 有形有福都可以說是 合約精神,是必非非呀 川河明驅,得益良多,桃花旺 霹靂狂龍,心愛,萬事之光 天地同心,都很混亂 既然這麼混亂,先講講人馬合合的馬 上次爆爛了四十倍的 桃花旺,高冬妮的轉瘡馬 桃花紅 這次只加了他四磅 其實他有很多對手,今場一起跑 一會兒會看片 很多馬 桃花紅 另外,這隻得益良多 都是人馬合合的 即是都入過PACE 另外,還有霹靂狂龍 潘明輝也屬於是 另外,心愛,潘頓也是 上次潘頓其實騎得很有心機 尼文簡總爆爛那場 即是他拖不到他那條 Q也好,位置Q也好 真是很可憐的 雖然說爆爛選回來 但即是 不要說了,跑馬都是要講運氣的 真的不能說 所以,如果要人馬合拍的 又換了配備兩樣東西 就是PACE 狂龍 人馬合拍 換配備穩定 心愛 人馬合拍 換配備穩定 這兩隻 要看的呢 先看 預計這場的步速 有型有福 這兩場 守住位置 擺前又可以 上場泥底跑得很好 不過那場泥底沒有什麼可以追 都很難計 另外擺前的 合約精神 這隻馬都沒有什麼 就是守住位置 擺前 前那幾隻 CBFE都可以說是 不過他後上都可以 有一場 史卓鋒 我說他 漏了閘 史卓鋒 不斷在尾巴上 他都一樣會追 這隻得益良多 上場 跑法有點古怪 這隻馬都是擺得頭一點 1400米 我講1400米 他試過有一次 1400米跑得不錯 上次他又沒有擺頭 班德麗 桃花紅 上次都擺著 三四位 沿途外蝶 那隻還有一隻 試雜的 關乎波哥哥 試過雜的時間 不錯 而且 可以擺到一些好位 我可能預計他 都可以擺到 不是太慢 這些馬 還有 那些狂龍 都是擺前的 預計都有些報酬 不過你說有資格進來的馬 這隻馬 只要是有幾隻馬 不要說是滑死 沒有那麼多 像標之智慧的 你就可以先滑去 你喘明 如果鏟進來 都不用解釋 他不喘 有什麼好說 這隻馬 在三班都接近 那時候我都說過 精算謀攻 又沒跑過1400米 上次有動作有疑慮 這些可以叫做看低一點 還有那隻比超 其實比超有一場 跑得不是太差 雖然名詞很厚 所以再說回 幾混亂 我想和大家看的 不是先選他 因為這場馬利文 就不敢選膽 也不敢先拿哪隻 到時看飛做人 看馬房攻勢 看飛做人 這隻桃花旺 為什麼要先看他 我又不覺得他的賽職 是很硬 其實呢 雖然他走了外碟 但是又賺了一個慢步速 前面其實是慢的 他走了一個外碟 又沒有遮擋 起碼不用塞車 但是這隻馬 都是轉了馬房 高冬妮對這些馬 都是幾急進的 那後面的獨角寶寶 又是高冬妮和高帕生 那些鬼故 什麼渺渺精彩 什麼 不懂得說 總之又是這些 總之又是這些 那些窮龍 聽得多 那些都知道 這一場馬 有桃花紅 有今天會出的 川河進驅 萬事之光 得益良多 合約精神 事必飛飛 波哥哥 把它 ancestors 比較慢快 那些馬 波哥哥 大家可留意一下 他們和他們四 boosting飛的馬 都適合 摁良多 從一賽馬去跑千四 把他走過一場馬 上位去跑得差 它現在有一 있으면跑不差 筒位又定 Europeans出最低 已經不知道 他們的單位 今日其他五 wines 大致指頭 已經不是差 也有旺角 沿途都是三叠 合约精神就在 这一只 前面这一只讀过 寶寶,是必非非 前面升梦帝国放 其实头两段是慢的,第三段 开始加速 现在千四很多时候都是开这些捕捉 头两段慢,第三段走掉你们 接着你们就追不到 桃花红其实都有些亏的 但是他亏了位 搞亏了很多 旁边的是合约精神 不过他有些收工 事必非非一会和波哥哥在这 一会再看一次 合约精神在这边走下去 一会一会 桃花红又收工 搬顿就是这样 撞一撞,撞一撞 就收工 不用骑,停手 事必非非 刚才也有嗨 桃花红又是高帕生 搭布东尼 不用说这么多 这一只当然是赚了 捕捉 三班都很近 赚了捕捉 那只桃花红也是三班 人家又吃了一Q 看看那只 这些 事必非非 最初放在前面 跑跑跑跑掉下去 后来他也被人撞 后面白色那只是波哥哥 今天去试集 好了,事必非非非 被人一眼的收工 不用骑,骑完又骑 波哥哥骑了一会 他又不是很多 但是他又不是没有 这些很不明物体 这些 其实得益良多 如果他一开始早些 赚慢捕捉 你说他有没有得追 一样有得追 他千四那场追得好 外面还有就是万史之江 这条片真是说到 跌到没得顶 万史之江 这一只穿河进驱 这一只万史之江 扔到外府这么久 其实有很多场 这只穿鬼鬼祟祟的了 接近终点 独角宝宝里面 其实是不利追的 虧这么多位 都追回来这么多 不过今天呢 这只万史之江 的档位呢 又是何宅堯那些 何式骑法 金枪六十那种骑法 多数都不会在里面 摄的 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这只不是金枪六十 这只叫万史之江 不过这只马有能力的 我都要包回头 因为他曾经跟那只 伏雷 和观世界那些一起冲 大家都记得我说过 很多次那场马 他被人问话的 是的 变成了 这只桃花王 我就不敢放在闲头 我会选择 因为这么多片看 我就先看他 至于我想看片 就先看这只川河明驱 那这只川河明驱 上次跑谷草 我看回那条片 不用理他了 班德里跑 沿途外叠 快步速 踩了一段 回到尼 其实他还有富与横抗 然后就虧了步速 虧了外叠 看不看都把走 是的 那1600那场我都不看了 因为今天跑了1400 我看回他两场1400 我就 不极光这场我都不想看 我想看 因为我不想和大家看这么多片 是的 就看回这一场 银池这一场 这一场 这一场步速呢 其实有些慢的 头两段 他呢 我自己写他 是有些蚀了少少 慢步速的 但是呢 当时是三班 你要对着那些 银池 智在四方 善传万里 仗耀 帝豪宝宝 一铺中环 官世界 说到这里 我都不想说 还有那只香音 都跑回来 看看这村河进区 今天换到莫雷拉 上次是班德里 沿途外叠 中断踩油 虧了步速 回到来 富与横抗 今天呢 四班莫雷拉 一起步的时候 前面快速 但是这只马呢 为什么呢 雷池不敢先放他呢 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暴头 死暴头 有些军速的 但是他开头 未受伤之前 他是追的 即是后劲的 但是现在呢 他守着这些位置 是有些烂的感觉 是有些烂的 那都是不能放到 这一齐 最后一整堂 昨天这一堂都被三班 只能他这一堂 今天下来四班 这一堂 再加上莫雷拉 这一堂都没莫雷拉过 那是主要的 部速头两段都慢 第三段就开始加快 也是刚刚才讲的那种模式 就是银池开始 第三段加快,他反而在這裏踩,其實是有點蝕的 雖然我們跟前一點,但是別人那裏沒有用力 你反而在這裏用力,別人先了你這麼多 旁邊那隻帳俠,今天都三班,香音對上那天都爆入來的 志在四方擺頭走,不要說 這隻也是跑三班的,這隻也是跑三班的,這隻跑四班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都是靠爛的 現在沒有了季初,未受傷之前那些爆發力 旁邊那隻都是一步中環來的,都有個PACE 變了也選了這一隻 他好像現在沒有了那種,季初那時候我記得看這隻馬 他曾經有一兩場未受傷,那場跑泥地流了血 這場泥地連續兩場後追,追得很厲害 但是呢,後來中間縮住來跑之後呢,即是受傷之後呢 那些爆發力好像沒有了,還是放在前方回來用了呢 就沒有了啦 那看一下今天呢,都沒有試過莫雷拉的 那今天啊,信一下這隻,村河進明驅啦 都要過去啦 那至於呢,再選的馬呢,就選這隻Panic狂龍啦 沒有什麼優不優點的啦 我就怕他呢,就貴初用得都多啦 但是他今天有個一檔啦 萬一你們,雖然看上去很多快馬啦 但是呢,就... 有時候你覺得他快的時候呢 他有些人會扔得慢的 這隻馬其實呢,我覺得他就一點都不厲害的 但是呢,他就經常都... 騎完回來,虧了一些外檔回來 他回到來,最後呢,退了下去呢 他都死了三幾步回來的 就是都幾肯跑的 希望他還有一口氣啦 這些就是懶滿來的 既然都是求... 即是亂局的啦 你搏他,他就搏的而已 有一檔就搏啦 因為他對上那些都是外檔的 他撿了多少場外檔呢 八檔啊,菊草六檔啊 被人頂住啊 那層十二檔啊 今天呢,跑千四呢 就...很少撿到那個一檔 就是看看他怎麼跑啦 是啦 另外呢,我也會選這個心愛的 現在說明的,真的沒有名次的 如果真的有部速賺到的 這隻心愛呢 是有條件的馬來的 上場真的失到呢 媽媽都不認得的 潘頓失車的 上次有合約精神 有心愛 一失就停手了 就是不用玩啦 是啦 看看他什麼時候又... 就是... 好像天意那樣啦 失失失失... 失完一大輪 一次不失就贏了 好奇怪的 那是啦 選了這四隻先啦 希望各位又支持一下 這文的頻道啦 唉...不記得寫一下 數目字先 那最緊要 祝各位老友記贏多些啦 其實這場馬真的很多馬 有得爭的啊 各位有什麼意見的 就這文事前Live 出一下水啦 不要說說什麼先 寫四隻馬先啦 是啦 村航明區 4 對數啦 啊... 我自己寫的 心愛啦 跟著10的 霹靂狂龍啦 就是沒有先的啦 寫四隻馬 參考啦 是啦 希望各位贏多些啦 拜拜 拜拜